你敢相信吗? 这就是号称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自行车 极限速度高达144公里 比汽车还要快 关键是它的动力输出全靠双脚去蹬 与传统的自行车相比 它的设计绝对颠覆你现有的认知 外观看上去非常奇葩 车头尖尖的 全车采用流线型设计 具有全封闭式的车身 骑上这样的自行车出门 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 为了让自行车拥有更快的速度 流线型的车身设计是关键 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车辆 在行驶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 最大程度避免动力的损耗 而车身设计小巧精致 内部空间只能容纳一个人 整车重量仅为25公斤 外壳采用的是坚固的碳纤维材料 可以承受高强度的撞击而不变形 骑行时只需要半躺在车内 这是骑行时最为舒适的姿势 骑行者只需要轻踩踏板 就能把人力转化为动力 为了让动力输出更高效 车里配备了多级齿轮调速装置 可以将小小的动力放大若干背 自行车内部安装了一块高清的液晶屏 结合车外的高清摄像头 驾驶者可以实时观察到路况 骑上这样的自行车出门 再也不用担心速度太慢了 这样的设计确实非常实用 这么快的自行车你敢骑吗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